郭文貴先生 很多謝證監會和吳公開大學 邀請我來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市場 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經濟 和通脹 加上不同的市場的分析 還有最後一部分 有三部分我今天講的 有一部分就是 要和投資者 因為很多投資者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做些事情 會犯錯 不是犯錯一次,是重複犯錯 錯了可以再錯 所以 有幾點就要和大家 分享一下 在投資方面 一定要 很有自律 很有discipline 我想 大家很緊張 究竟中國的經濟 尤其是通脹 會怎樣 因為這個直接影響 大家的民生 如果中國的 通脹 是很厲害的話 所謂我們的複食品 一定是很貴的 第二 如果中國的經濟出現了 硬著陸 或者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影響也相當大 所以 大家其實很緊張 更緊張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人民幣會不會升 其實你們今早已經知道 人民幣會不會升 會不會升 會呀 不要這麼樂觀 人民幣 從這個表象來看 或者是從這個 基本的因素來看 作為一個 有外貿盈餘的國家 儲備這麼大的國家 應該是升的 但是 因為要平衡 出口 因為出口佔GDP大概是40% 如果人民幣升得太厲害的時候 你的出口一下降 有很多人下降 變成同一時間 在內需未拉動的時候 所以人民幣升值一定是有限的 我告訴你 而人民幣已經在胡錦濤 訪問美國的時候 開始領培地升 免得被人說 很沒面子 大人大姐 人民幣你操控一下 現在一句都沒有說過 升到你都很滿意 所以人民幣 當胡錦濤回到中國的時候 是不是還升呢 大家要想一下 我不要說不是 或者是一會兒 上午那個說什麼 一會兒我推翻了他 他一會兒出口被人摔 怎麼辦 好了 我們說回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增長 其實去年全年有10.3% 是超了標的 因為他們都是補8% 最多是補9% 最多 但是現在10.3%都超了標的 但是今年會怎樣呢 世界銀行已經將它 早前那個 預測10%的增長 調低到8.7% 其實跟我的想法都是接近差不多 我認為都是 9%左右 因為為什麼呢 中國那個去年那個 經濟增長的來源 其實就是 我叫它做一個 政策性的繁榮 由2008年尾那個 4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 09年的9.6萬億的新增貸款 再加上去年的7.5萬億的新增貸款 那裏20幾萬億 大家有讀經濟的一個乘數理論 所以中國呢 再不收緊流動性 或者不加息 真的會爆的 因為從那個 貨幣供應呢 2000年的貨幣供應呢 中國大概是9萬多億的 到去年去到 去到 69萬多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貨幣供應 那個增速太快的時候 那個通脹一定會來的 凱恩斯都說 Inflation 是一個money phenomenon 就是說 通脹是一個貨幣的現象 如果你不收緊流動性的時候 你是一定有通脹 那你說不是喔 王Sir 是吃東西貴而已 不是的 因為通脹是overall 你人工都要加上去 是吧 你租金又上去 所有的醫療 醫療的東西 甚至交通工具 都是貴的 那你說不貴 就是因為 中國還在走一個 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 是吧 所以就不是不貴 而是樣東西都貴 只不過食品是貴些 好了 那 最近 有一個論壇 其實就 17號18號 中國 CIC 即是 金的總經理 老總總裁 朱雲來 就說 中國其實需要一個結構性的改革 這個結構性的改革 其實 就是跟很多人都這樣說 應該是促進內需 去填補出口 那個缺口 因為人民幣一定要升值 不升值 第一 你會進口通脹 因為你的需求越來越厲害 是吧 第二 如果你不升值的時候 又被人罵 找人來做戰把 是吧 所以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中國的內需 是一直在增長著的 去年那個消費 是上升了 18.4% 那你工節都上升 現在呢 不要以為中國真的很大 其實 中國雖然是攀升到現在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但是 人均那個收入呢 還是排九十幾的 那你知不知道 人均的收入多少呢 中國 肯定不夠 一年的收入 人均收入是一年的收入 肯定不夠 你們在座每人一個月的工資 是不是 他人均的收入是三千七百美金 人均 但是在一個十三億的國家裏面 其實都是不錯的了 就是慢慢會上升 然後呢 大家都知道 GDP 我們大家看過 那個 屏幕 就是說 GDP 就很簡單的 C加I加G加NX C就是個人及家庭的消費 我叫做 consumption C就是 I就是投資 Investment 就是企業的投資 G就是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開支 政府的開支 就是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政府要多些收橋整路 使出多些所謂的財政策 就令到市面 就活回 或者多些人就業 NX就是出口減進口 就叫做Net Export 這幾番東西 如果我們去細分的時候 那個 consumption 就是C 就佔整體GDP 大概是37到38%左右 那出口呢 亦都是佔 大概不夠40%左右 那這兩番就已經去到80%了 那I呢 是十幾個% 那Government 其實應該 是只有幾個% 那才是對的 但是 去年因為政府 怕前年那個 金融 海嘯 催來中國的時候 就琴琴琴 又收橋整路 又整高鐵 又很多的基建 令到那個 政府那個支出 那個Capital Investment 我們叫做資本的投資 是相之大 更加有些資源錯配 將那些錢 其實就不是去建基建 就走去搞房地產 那所以剩到房地產 就像飆煙那樣 在那個固定投資 資產投資裡面 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23.8% 在房地產那裡 就上升了21% 那些人問 究竟房地產 它按了那麼多次 會不會跌呢 那麼那麼多錢 你都知道不會跌的 對不對 因為它大陸那些人 在地下滑些 滑些 滑些煤啊 滑些什麼 滑到整個手都黑了 那些錢就是 去買樓的 對不對 你說禁止 禁止 禁止它就買多一間 為什麼我大把錢 那我又不用工 我不用向銀行借 所以要從基本那個 那個問題去解決這個 不是加息 加存款準備金 就可以解決房地產問題的 好了 我叫去年的財政政策 我叫做Proactive Fiscal Policy 就是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 是不是 就是它是 扔很多錢出來 政府是扔很多錢出來的 那在基本建設的那個設施裡面 就出了很多錢 那雖然是這樣 但是 你知道中國的稅收呢 都很多 那中國是 就是 很多稅 也都算高稅的國家來的 但是收這麼多稅呢 它都要行一個 赤字的財政政策 那它debt to GDP 不是 deficit to GDP 就是赤字 相等於GDP 其實就不高的 小過3% 是 是相等於 就算歐盟 或者歐元區裡面 那個馬城條約 那個growth and stability pact 那個 上限3% 它都不夠 其實是很健康的一個國家來的 那 好了 出口是怎樣呢 出口佔GDP 成41% 如果人民幣是這樣升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時間 走去 就算南方 你知道南方呢 中國呢 是世界工廠 是不是 那中國呢 那個 人家叫做PRC 是不是 那就是 中國的 以前那些人叫中國的首都 就不是北京 是PRD The Pearl River Delta 珠三角洲 因為所有的出產都在那裏 在東莞 在南邊 那你現在去看一下 去東莞看一下 有很多廠 其實是摺了的 第一 就是人民幣升值 頂不順 第二呢 就是我記得 我不知道在這裏講的 那個勞動法 搞到人家雞飛狗走 你有什麼理由 我做廠 要養你一輩子 對不對 我養你一輩子 不如我找個老爸 養我一輩子 好過吧 所以呢 就嚇走了些人 其實變成了 除了人民幣升值 都有些 就是 法制的問題 令到人家是不滿的 好了 但是 出口是否可以保持增長呢 其實出口的增長相當厲害的 去年 就同比升了34.7% 那 那你說 跟誰的貿易多啊 你不要以為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不是 是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還有呢 就是 美國只是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而 最大的貿易夥伴呢 當然是 不是講一個國家 是講一個體系呢 就是在亞洲 下洲佔了中國整體的貿易 51% 而東盟呢 你要知道大家東盟十國裏面呢 就佔了他52%裏面的三分之二 所以為什麽他這麽重視一加十 是吧 他更加重視是 三加十 就是加上日本和南韓 因為日本和南韓和中國的貿易呢 也相之大 那你可以知道 當然不可以沒有了美國也不可以沒有了歐洲 但是你可以知道 只是他自己區內 就是這個亞洲區裏面呢 中國那個貿易呢 已經相當之大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保持增長呢 我相信是可以的 因為 經過這一次那個 胡錦濤訪問 美國之後呢 你知道 胡錦濤就和美國買了 中國貿易團呢 就買了450億的東西 裏面包括200億的 波音飛機啊 其他的潔淨能源那些 那這兩行呢 是必須要 也都對中國呢 是必須有很大的幫助 那還有現在GE 就是通用電器那個 那個總裁呢 Jeffery Immel呢 他就 做了這個 美國那個就業發展的委員會的主席 那其實有兩個意味 第一呢 就是 因為奧巴馬呢 一上場的時候 掛著呢 保啊 布殊留下來的那條褲啊 這裏又穿洞 我這裏又穿洞 那他變成了 忽視了那些商界的人 而商界的人大部分都共和黨 對不對 好了 那麼就 忽視了商界的人 很多時候呢 就 令到他自己想推行一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就找一下 email呢 就去 修補這個 和商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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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痕或者 那另外呢 就是說 是吧 因為 GE也都和中國有很大的 貿易的關係 或者是大家合作 那 所以 GE也都 很多年合作 他都做turbine 起身 起身 起家的 turbine 就是發動機 引擎 那些東西 那中國也都需要這些 整個 教他怎麼做引擎 他自己也會做 私人飛機 是吧 那 那這樣和中國 那個 那個磨合 亦都可以為美國 帶來很多就業的機會 因為當中國 肯在中國 在美國投資的時候 就是為美國 帶來 就業的 機會 職位 是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件事 那 你說為什麼出口又可以呢 那 那 我自己認為 美國一定是要有 如果做一個大國 一定有承擔 而他的承擔 就不是經常印銀子 你印銀子 只是補獲而已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 真是 能夠 還是一個世界警察 或者是領導群輪的 的 No.1的大國 你一定是要行強美圓 要行強美圓 第一 你可以壓低了你印銀子 所帶來的後遺症 令到資產格格上升 而誘發的通脹 是不是很長 記不住 寫都寫不及 那 我有時教書都是這樣的 那些學生說 你到底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麼 不過我一卵嘴 說完之後 我要回想 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美國人 美金一 強一點 你現在看到美金都幾強 對不對 到美月只要上去 那 那 那 當美國 那些美金強一點 美國人也會 使錢 因為他們的得性 就是使腳不抹腳的 那 所以 看到 中國的賣 那些賣回 回來 就真的交換 我賣 我賣一些 譬如廉價的東西給你 你賣一些高端的東西給我 但是 我買廉價的東西給你的時候 如果你美金升 那我人民幣升 都沒有所謂 對吧 如果你美金跌我人民幣升 那我賣不到給你的 那你也要享受不到廉價的 勞工和廉價的土地所生產出來的物品 是不是 廉價物品 所以你應該就是你又升 我又升 但是你升得比我 升得慢 我升得慢些 你買我的東西 那我拿了你的美金回來 我不是和你買債券 我就是和你買 潔淨能源 買高端科技 買飛機 除了買大炮 是不是 大炮等台灣買 是不是 那大家就可以 那個Imbalances 那個不平衡 那麼多年以來 過去的十幾二十年來 製造那個不平衡 慢慢可以去平衡 這個世界似乎 如果大家能夠一度堅持地做下去 那個很重大的危機 未必會出現 因為之前我就 很害怕 因為每一樣東西側在一邊的時候 一定會爆 現在呢 有機會 有機會 未必是實現到 當然有其他條件去配合 那我講到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 變得難 中國又可以賣很多東西給美國 那美國又可以賣很多東西給中國 那你知道 買什麼東西的 是不是 都不知道 睡了 酒雞 酒保 不知道那些什麼 什麼行運 什麼集裝商 那些 不懂嗎 不要問我號碼 好 接著我估計 經濟增長會是 先高後低 2011年是先高後低 2011年是先低後高 因為大家知道它在加存款準備金 又加息 收緊流動性 在賣地產 那樣 變成 那個經濟增長 一定是不會 不會 好像去年那樣 飆了一聲 因為去年第一季是11.9% 今年第一季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去年的第二季都10.30% 今年的第二季都應該沒有 但在後面都會追上來 我覺得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如果有股票下 或者A股不行 不用這麼悲觀 我想全年應該是9%的增長 但是 相信它現在希望在 內需那裏 促進多些內需 很多方面去夾在一起 促進內需 希望可以填補出口的不足 因為就算是 你出口是可以有增長 都是在亞洲區內 但是亞洲區內 你都知道 有很多 有很多國家的 貨幣 除了南韓很強 他們有很多熱錢 進來佼佼鎮 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們叫做Heat Cups 就是有些問題 所以是不是能夠 跟中國買這麼多東西呢 或者是中國 因為它收緊銀筋 收緊流動性的時候 會不會 又跟別人買這麼多東西呢 所以這個要留意的 我覺得內需和出口 我想他們是 盡量會達致平衡的 2009年 即是2010年 他們經過了所謂的 政策性的繁榮之後 他們要有很多修改 我覺得 中國的經濟 未來的 未來的兩年先 不要說太久了 如果說太長了 一會兒 公開大學 又不請我來這裡說 對不對 我們先說 他們有12.5裡面 你們沒有留意 你們經常留意 A股去哪裡 A50 是甚麼的 對不對 12.5裡面說甚麼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嗎 剛才周公沒有跟你說嗎 他們其實是有兩樣 一個主題 一個主線 一個叫做 以科學發展 觀為主題 另外一個 就是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其實第二個是很重要的 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這個呢 我相信他就是想拉動內需 他有八個點的 第一呢 就是以中西部發展滯後 他們要轉變 他們就是向中西部推 那你 你要賺錢 我當一個人 一個人一定要賺錢的 對不對 不賺錢給人吃 那你 你一定要去想辦法 怎麼去賺錢 因為你不去賺錢 錢不會來賺你的 那你怎麼賺錢呢 你不是經常去聽號碼 1234 4567 6789 你聽四五六叔說 你也聽一哥說 對不對 一哥就不會跟你說號碼 只是跟你說 究竟大方向去到哪裡 現在國家有什麼政策 那你就知道 國家有這樣的政策 有哪個板塊 那些基金佬 都是這樣去分析一些事情 那你們要做基金佬 基金女 基金太 知道嗎 好了 第一個是向中西部發展滯後 要向中西部發展 第二個是城市化推動不力 因為有些地方 中國現在的高鐵 會連起整個 中國你不要小看它 它不是一個國家 它是38個國家連在一起 就像歐洲大陸一樣 那它的高鐵 通常在兩個小時內 就會由一個省去到另一個省 可能一個小時之後 由一個城市去到另一個城市 那城市一有這樣的交通發達的時候 無論是人流物流 錢財流 都會帶動整體城市的發展 那所以呢 你們要看一下 什麼的城市 怎樣發展 留意而已 那當然了 農村的經營方式也落後 因為每個人都拿著桌桌耕耕耕 現在要農村現代化 農村現代化其實是 他們是可以製造一批農村的企業的 你子女走了去城市做事 你的田沒有人耕耕 我來耕 我和你拿來耕耕 我找人來耕耕 你一年就分錢可以了 變成農村的企業 所以不出奇將來 你見到 回到大陸 將來不是明年後年 你過了十年 或者十幾年後 你去到大陸 你見到那些渣法拉里那些 全部都是黑蚊蚊帶草帽的 是農夫來的 那 勞動的分配不合理 又要轉變 那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當 你 谷到那個 政策性的繁榮出來的時候 很多資源是 是錯培 所以那個 資源 勞動的分配 也是要 合理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每年大概有兩千萬 農村的人 去城市那裏賺食 如果這一群人 持續走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GDP 每一年沒有8%以上的增長 再加上有六百多萬的大學生畢業 你是沒辦法 cater到這二千六百多萬人的 那所以 一定要將農村的人 留在農村 是不是 城市的人 留在城市 那就變成了 讀書的人 留回去讀書 變成了 可以 分配得比較 勞動力分配得比較均勻 好了 第五個 就是 服務業發展比重過少 現在中國的服務業 就是中國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那個增長是不錯 但是佔那個整體 是不大的 你看到 香港 全部都是服務業 是不是 百分之九手都是服務業 你看看美國 我想有80%都是服務業 很注重 現在 所以你不要指望 房子會飆上去 住屋 教育 醫療 這些 文化重視不足 文化產業的發展 亦都滯後 就要轉變 這些 全部都是 就是中國 未來 那個經濟發展 不是告訴你 經濟增長多少 是什麼 靠什麼來發展 講了那八條 給你聽 OK 通脹又怎樣 這個 通脹大家都知道 去年 那個第四季 4.6% 第三季是5.1% 第二季是4.4% 當溫家寶總理說 3%的時候 真的 很穩定 那個所謂的 居民消衛物價指數 那麼 出資 當然 全年出來 都只有3.3% 那 不是說錯了 應該是去年的 10月4.6% 11月5.1% 10月4.4% 之前那些 就比較低些 所以見到他這樣 標上去 要補衣 或者是 壓止壓到三 就真是驚驚驚 都可以 我覺得這樣發展的國家裏面 其實通脹不是很恐怖的 所以不用怕的 第一 我們一定要三高 第一 高增長 高增長可以接受到高通脹 第二 就是高工資 工資要一直提升 當你通脹 你 你有增長 你的增長 GD增長 等於人的財富的增長 那你工資的增長 那你高一點的通脹 是可以接受到的 所以呢 那些人經常說中國 很嚴重 什麼 其實一點都不嚴重 不用怕 那通脹的來源 就是因為 你採取過度的寬充貨幣政策 剛才都說了 有4萬億 有9.6萬億 有7.5萬億 加起來 所以這次呢 他們要行這個 謹慎的 寬充貨幣政策 不是 他們所謂的謹慎 就是收的 就是收緊一些流動性 就是謹慎的 它M1和M2的增長呢 08年的12月到09年的12月呢 你知不知道M1的增長是多少 32% 那就是我跟你說的 跟大家說的就是 2000年的貨幣供應是 9萬多億 去到去年是69萬多億 那你說是不是很大件事呢 當如果你 那個 2000年的收入 每年是9萬元的時候 當下 那到你去年是69萬元 你是不是會 亂來搖一下呢 是吧 買多一隻LV呀 買多一隻鮑魚呀 那些 是吧 好了 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你不應該買LV 或者不應該買鮑魚 而是說 開始有奢侈那種 那種狀況出現 而有奢侈那種狀況出現呢 你的 人均的收入 不平衡的時候 就變成了 會出現了 仇富 變成了社會不安 那這件事是要一個 七百多萬的香港的城市 都要做一個 所謂的 不知道什麼基金 是吧 關愛基金 是吧 那你如果 13億的人出現了 有些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 好了 那你 流動性過剩現在在收緊 所謂內部的資金 內存的資金過剩 有很多企業 有很多銀行 它是借些錢出去給 很多錢的企業 譬如 我是銀行 今年我的指標 我要借九萬多億出來 那很多銀行 每個人都有指標 怎麼去達標呢 那我不敢借給那些貿易 那些仇 你還不到錢的 對不對 我怕你就不知道拿去做什麼 那我唯有借給一些大的 像中石油 啊 中移動 不要錢 不要錢 拿吧 不要錢都要給你的 扼下去 和我拿著五百億才說 那他拿著五百億做什麼 他拿著五百億當然有事做 所以那些資產價格就上來了 所以這件事要收 還有呢 就是說 那個投資增長 就是那個房地產 固定資金投資的增長 也是過快的 需求 令食品上漲 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人都 生活水平高了 吃好一點 住好一點 找車開一下 那你那個需求 食品呢 整體來說 去年是上升了7.2% 在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來說 是相當厲害的 住屋就上升了4.5% 醫療用品的上升了3.2% 連煙都上升了 煙酒上升了1.6% 所以這些就是日常用品 好 怎麼對付呢 當然就是收緊流動性 加存款準備金 加息 加存貸的利率 存款的利率 高於貸款的利率 是不是 放寬那個所謂的 ODI ODI就是中國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資 就是鼓勵一些資金走出去 不要經常在這裡搞搞陣 那 那 人民幣要升值 是吧 還有 就是price control 直接 煤、電那些 不讓你加價 你可以挖煤 但是不讓你賣高價 是吧 你可以照發電 但是不讓你加價 那些 日常用品 日常生活有關的那些 就不讓他 不讓你加價 那這些對策 我覺得 暫時來說 都可以 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有很多政策 做了出來 不是會這麼快 就實現到 那個結果出來 但是 要幾個月的時間 就好過不做 但是做了 相信那個 CPI 那個通脹 會是在 三月後慢慢回落的了 那大家聽完一輪 這些 這樣的 基本分析之後 我想 有很多 朋友都會 想知道 那些金點 是王Sir 那當然了 證監 是一個 監察的機構 嗯 香港公開大學 是一個教育的機構 沒有理由 找一個 人在這裏教你怎麼 炒賣的 之後教育你們 怎麼去投資 灌輸一些知識給你們 加上你們自己本人的經驗 就變成了智慧 智慧呢 寫了兩個智慧 永遠 寫了兩個字 寫了兩個字 寫在胸口上 找繩子穿著 然後有空拿來看 這樣看 不然 看不到 智 智從日 智 智呢 智智下面有日 智智 智智智 智智是日積月累回來的 慰智從心 慰呢 就是用心去想的 別人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看到什麼 誰說什麼 那你呢 那你的價值在哪裏呢 是吧 所以呢 證監和公科大學 搞這個研討會 是很棒的 至少不用 不用 你們一會兒 走來問我 哪一隻 怎麼看 好了 黃金又怎樣呢 因為貨幣濫發 所以 我為什麼 在幾年前 已經 你看 和彭敏偉 做荷蘭銀行 那個 特輯的時候 我都說 Hedge for all currencies decline 所有貨幣 所有貨幣 價值下降 對沖 為什麼貨幣 所有貨幣 都會價值下降 南印就下降 對不對 那你見到金領培升 所以我叫人買金 我不是 亂吹水的 有時逛街 都有人多謝我 因為他那時候聽我說 買了280元 安私易金 拿到現在 是不是 通脹呢 你可以不要 不要 不要忽視這個通脹 現在 你看一下 中國加息 印度加息 南韓加息 巴西加息 到處都加息 通脹是正在來的 西歐沒有嗎 沒有 英國的通脹是3.7% 對不對 這個 歐元區 2.2% 已經超越了他們央行 所定下來的上限 美國有沒有通脹啊 沒有 因為他們不計 食品和能源 他們不開車 不吃東西的 所以呢 黃金呢 就是要Hedge for 通脹 也都要Hedge for 這個貨幣的濫法 這個呢 是要保值 不是教你炒金 我是很不主張人炒金的 我是主張人儲金 儲金 儲金用來保值你貨幣的貶值 這些是投資之道 亦都是自保之道 那 只有呢 黃金短期去反覆 你有看我 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叫人不要買金 跌下來 1300啊 那些才可以 吸納 這個長期呢 當然要持有 但是 不要跟黃金談戀愛 因為 金是不能吃的 你沒有理由 肚子那時候 走去拼碎 舊金來咬的 對不對 所以只可以傷金牙的 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某一個水平的時候 都是要賣出去 但是持有長期的金呢 麻煩你們持有實金 最好就是 不是去金舖那裏 跟他買幾兩袋一袋 最好就是去銀行啊 那些 那些 有沒有一些 一兩啊 五兩啊 那些整個舊台回家 抹一下也好啊 大哥 挺開心的 小心不要打傷腳趾 好了 股市是怎樣呢 其實就 美國的經濟呢 就是 那些數據出來 好很多了 我覺得美國的股市 現在是要有調整 但是呢 遲些呢 都是會好回來 調整完會好回來 因為你看到現在的錢 有很多從新興國家 回到美國的了 所以你看到 美股是頂得好行的 頂得好行沒有用 你無用之手 不斷頂 你都要回調回來 才再上廣 我覺得這個股市是好的 中國的股市呢 就因為它收縮的 就是緊縮的政策 令到它 那個股市呢 那個A股呢 就出現了 比較大一點的 大幅度的調整 但是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它下半年 應該會放鬆了吧 對不對 中國是這樣 先收 後放的 收了回來 沒有東西 那就放一些出去 那大家可以見到 我自己認為 但是我 我和很多基金經理 昨天吃飯 他們都不懂得看 說中國死了 中國不行 那我才覺得中國會好 所以呢 A股是會好的 所以不怕 放心 那些什麼A50 那些 當然不是現在 讓它先調完 那你說什麼時候調完 那你要做功課 對不對 比如2600 2600 差不多 每個人都看得到 1800 1900 1900 跌倒了嗎 好了 港股有什麼大把錢 但是你不要開心 因為呢 那個TT 那個美匯 就是 美金對港元 去到七七八半 就是告訴你 有些錢 不知道要去哪裡 或者走出去 走一轉 再回來還未定 所以現在 我覺得 資金還是衝遠 息口還是低 港股都是值得買 但是 又是要調整 幾樣東西 都要調整 然後再回來 我想 去到差不多 有機會見底 的時候 你們有這樣的感覺 那 留意一下 我在那裡說什麼 會市 我經常覺得 美金應該會強 我經常說 我瘋的 經常都go against the odds 虧千萬人 吾往矣 其實不是的 你要很細心去分析 為什麼你 不是說出來 就是做人 院長在那裡 他教授 我就教授 他問我不認識 我捐個頭來下面 是不是 我一定是要 有我的理由 告訴你 為什麼我看我的美元 剛才說了給大家聽 是不是 所以那個美元 從技術走勢來說 上一次的底是74 美匯指數 再前一次的底是70 那麼70 74 這次76 那麼下次呢 可能是82 是不是 所以 我是看好的 歐元 始終他們有很多 cross holding 歐洲銀行 我又拿這個 國債 那個又拿那個 國債 那個國家銀行 拿這個 好像以前日本仔 三嶺 三嶺 又拿三井股票 三井 又拿東京股票 東京又拿這個 住有股票 住有又不知道 一個塌 就全部塌 所以很害怕 加上美國的弓箭手 如果美國有少許不妥 QE2 在這個 今年的6月30日完的時候 分析弓箭手又凸出來 曼公踏箭 所以歐元 現在是強 但是呢 全年來看 不應該就是賣 英鎊會受拖累 澳洲是受利率支撐的 在這個水平都不應該就是賣 尤其是商品期貨跌下來 柳元就跟澳元走的 價值呢 幾強下 因為美國的經濟好一點 加拿大的貿易有80%跟美國的 而且黃金又頂得住 石油又頂得住 變成它是相對上是較強的 一個貨幣 但是不是現在叫你去買 人民幣 免得說 一旦得罪人 這個 講笑 可以嗎? 講笑就可以了 人民幣 剛剛說了 我覺得人民幣 我想胡主席回到中國之後 人民幣 先強後運 應該不會升得太多 所以不用飛進去 亂買人民幣 好了 債市呢 債市要留意的 債市 就是 美國呢 都還會發債 因為它是要 補它的財赤 是吧 歐洲呢 它剛才說了 它的cross holding 它的利率就會升 那 那 什麼叫做地方 我們叫municipal bond 就是那些地方的債 每個人都很不行 現在 加州也是這樣 佛羅里達州也是這樣 那變成了 發債不容易 那這些債呢 就不要沾手著 如果將來有機會爆下一次 可能是爆這些municipal bond 那企業債的質素呢 就比較參差一點 還有那個secondary market 的二手市場呢 就不活躍 那你買回來之後 想賣出去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大家都是不要鬥的 好了 我想用些少時間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些投資的心得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會犯錯 那些真的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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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我自己犯錯 而寫出來的血書 那什麼笑而已 那黑色 那黑色 紅色啊 不過久了就變黑了 那些血 入市呢 很多時候決定輸贏 對不對 入市很多時候決定輸贏 你一百四十塊 一百三十塊 不要說那麼多 一百三十塊是賣匯豐 你上到一百四十塊 一百五十塊 你不肯買 跌下來穿一百 是不是 你不肯走 跌下來七十 六十 五十 三十三 給了它 是不是 那很多時候 你有寧存整庫 是不是 中仁壽 這個二十四塊買 二十五塊給了它 二十七塊買 二十八塊給了它 三十二塊買 三十四塊給它 四十二塊買 二十塊給它 所以入市是決定你輸贏 所以不要琴琴琴 你要度什麼呢 要度那個市由低位上來去到哪裡 真的這些是有技術的 去到哪裡的時候 你應該什麼時候走 在下來什麼時候走 記住 下來的時候應該嚴守止蝕 是不是 你買Euro 一四二買了 八五點止蝕的 就八五點止蝕 原來它是下去一一八的 是不是 你不止蝕就大件事 還有一個止蝕不止賺 什麼叫止賺 經常都問你 止賺位放在哪裡 賺錢就賺錢 什麼叫止賺 一定是止蝕位 為什麼止蝕位呢 譬如你在一一八買了Euro 一路上到一四二 上到現在的一三六 一一八買Euro 上一三六 那你一路推高止蝕 譬如他見過一三零 下回來一二八 你推高止蝕打不到 本來你一三零走了 你就賺了 一三零 但是你在一二八 擺到止蝕 逼它打了 那你就賺少兩百點 那個叫止蝕 但是你打不到你 一路上 你是可以由一一八買到一三六 你還拿著 即是有些朋友 有些勇等 他二百八十元金 還拿著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止賺的 人家問你 你走來問人 我應該在哪裡賺錢 哇賺那麼多錢 現在升了那麼多 賺了它 賺錢要賺盡 蝕錢呢 是否稍微給它算 利大立本無歸 大家都知道 高息 通常一息魔 就沒有什麼好結果 是吧 息字頭上一把刀 記住 不要跟股票談戀來 匯豐 豹仔 唉 再來 好了 入市的時候 其實你入一住 你有時候走去好 還是等好 其實你最好就是 看準時機入兩住 接著你賺了就賺了一住 拉低了你的平均價 你就在那裡韌韌腳 是不是 做回頭 放回去 你入市位 你起碼都賺了一半 是不是 那第七 就是說 你不可以只看P 不看E E就是Earning 一個企業 如果他沒有盈利能力的 他標到哪裡都不要鬥他 他有價 一定是搭行的 所以要記住 基本分析 要注意相關性 什麼相關性呢 匯市 債市 商品期貨 股市 是不是 這些全部有相關性的 錢怎樣流流去哪裡 最近為什麼euro會升 金跌下來 商品跌下來 日圓又弱了 因為那些錢由避險的地方 走去 冒險 那冒險是什麼 股市 是不是 自己才是最大的敵人 很多時候是輸給自己的 是不是 我猜還是買 我走還是不走 我怎麼 唉呀 然後再想不怎樣 就喪著香 問一下 問一下這個什麼 因為就走去 星期日走去這個教堂問一下上帝 是不是 沒有人會教你的 你靠自己 你才是最大的敵人 是不是 還有些人很喜歡炒 媽展啊 槓江啊 那些呢 那些呢 不要緊要 你就炒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holding power 你有沒有這樣的錢 是不是 你有這樣的錢 你就hold 但是 如果你有這樣的錢 你做媽展 很多時候都 如果一個大的風浪來 你都頂不到 所以盡量呢 我不是叫你不要做媽展 發達當然要做媽展 是不是 賺食艱難發達容易 當然要做媽展 做媽展 不要做那麼大 做兩倍呀 三倍呀 去到最盡五倍呀 是不是 最多吃小隻鮑魚 是不是 不會死的 多謝各位 貝西亞